现在美军有一个新的武器叫做弹簧刀 其实有点像那个回力标 就是你小小的在手上 然后你射出去他就可以飞走了 感觉有点像这样 当然没有讲得这么鸟 弹簧刀600 还有弹簧刀300 这个是美军的 还有中国大陆的 所以两边到底怎么比势军力敌吗 我来为大家分享我当兵的经验 过去我们传统对武器的理解是 你一定要看得到 然后瞄准好才射出去 不论是雷达看得到 或是牧师看得到 当然过去传统的武器的认知是这样 比如说有当面的时候在飞植部 我们资源陆军 有一个很有名的飞弹叫托式飞弹 托式飞弹射出去还能干嘛呢 还可以线控 托式后面有一条线 简单讲它射出去之后可以修正 简单讲因为你的射坦克 坦克可能在移动中 你本来设定的目标 比如说是在这个方向 可是坦克跑了 你那个线控可以让托式飞弹 基本上做目标跟方向的修正 就像遥控器一样这样 当初我们觉得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吧 托式飞弹也是现在台湾的反装甲 重要的这个反坦克的飞弹 但我觉得叫弹簧刀 可能呢比较符合庶民语言 我觉得如果比较有文学素养的 应该取名叫做女武神 为什么呢 女武神是华格纳歌剧啊 一个热曼民族的这个传说啊 如果大家看过阿汤哥的电影叫 花尔其利亚 其实呢他的德文叫做女武神 热曼人相信在战场上 会有个美丽的少女 浮在天空中飞着翅膀 但是呢不要以为啊 这个少女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她在干嘛呢 她在搜寻啊 谁的人头啊 该被我带走 她叫做战场上的女战神 所以又叫做女武神 如果各位对呢 这个歌剧啊 我有兴趣的话 现在可以搜寻女武神 你就知道那段音乐是非常有名的 不论是喜剧 不论是战争片 都有呢 女武神飞翔的这个片段曲 所以我说她就很像是啊 女武神 弹簧刀300什么概念呢 她的改变 不论是300 或是加成版的600 是什么概念呢 她改变了我们队啊 武器的认知 而且呢是步兵攜带的武器哦 我刚才说过 我们对武器的使用是 看得到 以前连长都没讲 对 为了节省弹药 对 看得到才打 对 瞄不准不打 简单讲就是你看得到 你才能发射你的弹药 或是你相关的炮弹嘛 如果看不到 那我们要借重啊 雷达啊 或是透过呢 其他的无人机的方式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呢 先看到再瞄 先瞄准 以前是先瞄准再看到嘛 啊现在变是什么呢 这个弹药刀兼具两个功能 它是一个无人机 OK 它也是呢 有弹头的无人机 所以呢 简单来讲呢 它是啊 先想办法飞到空中 就像女武神一样 让你去搜索 在场上可以被摧毁的目标 简单来讲你看 第一弹的弹药300 它只有2.7公斤 其实啊步兵就可以攜带嘛 它比步枪的重量啊 还低啊 就大概一关矿泉 大瓶的矿泉舌 对对对 因为一把步枪 大概要4公斤到5公斤左右 长61公分也不大 就是有这样子而已 好像宝贝一样很可爱 制空时间10分钟 方便单兵攜带 可用来侦查敌方的据点 或者是主杀重要目标 比如很简单 我们会发现 有人在攻击我们 但是呢 过去我们最大的反击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用迫级炮 因为迫级炮是驱射武器 可以呢 射在我们看不到 敌人藏在背后 那如果现在拥有台湾刀什么呢 我们现在拿它升空 发现啊 谁在给我射箭 原来是正照星 原来是罗志强 结果呢 我们现在呢 收好搜寻好目标之后 不用做民调了 不用再做奇怪民调了 我发现敌人就在那里 就是他给他煮什么的 是他给我射箭的 这个呢 台湾刀文机啊 另外的新的功能呢 就变成自杀性武器 自己倒头再载下去了 就跟那个阵地 或是给我射箭的 那个单兵 那个装甲车 那个碉堡 同归一徑 你的意思是 假设一个状况 我就先把这个台湾刀300 射出去 当时它是无人机 然后呢 假设我锁定的目标 是正照星 又是正照星 我飞到那里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炸弹头 往它身上炸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说呢 现在江主席需要就是 唐文刀300 要了解呢 究竟是谁 给我做些奇怪的民调 是民进党呢 还是朱立伦 先搜寻嘛 搜寻之后呢 发现 哇 就是你 摸下去 这样有民态哦 国民党智库 就摸他 所以叫唐文刀300 这是新的概念 对 简单来讲呢 先搜寻后毁灭 即是呢 偷窥敌情 还有杀人灭口之良药 这叫唐文刀300 他那600 就是他延伸嘛 你开玩笑 比较大一点 哇 一边23公斤了 所以说呢 目标越来越远 可攻击搜寻的 这个范围越来越广 23公斤 10分钟之内 组装完成 好像呢 小泽一样 对不对 我要骑脚踏车 出去度假 但是呢 10分钟之内啊 开玩笑 我怎么觉得 我浑身不对劲 原来 敌人藏在更远的地方 对 而且呢 敌人的这个堡垒呢 基本上距离比较遥远 组装完20分钟之内 飞出40公里 可以飞行20分钟 达到80公里的总射程 所以啊 原来目标是在新竹 郑绍兴就躲在新竹 最后呢 被我发现 哇 飞了半天 到80公里之外 就差不多台北到新竹的距离了嘛 对 敌人可能卑鄙 对 敌人非常非常地显乐 所以呢 这是战术型的武器 你现在最多就是啊 从这个几公里啊 到80公里嘛 战场经营或是战术打击 必备之良药 就像韩啸半部爹一样 将来所有的步兵呢 基本上到搭配啊 这样的武器啦 最后要说的地方是啊 美训已经有这个了 对 这个是啊 大概是连级啊 到牌级就可以配配的 搬级可能比较困难啊 你一个搬才十个人啊 要搬这些武器啊 而且23公斤 这个大概是属于啊 一个连里面的啊 独立的战术牌 可以做这样的实行 因为一个连里面 过去都有一个破炮牌嘛 但是他已经取代了破级炮的工人 美军上有政策 解放薰呢 就有对策 他有一个CH901的无人机 也是一样 固定翼的无人机 重约 长约1.2公尺 它稍微重一点 比这个 重一点 但是呢 一样哦 时速约14公里 达144公里 制空时间呢 长达两个小时 他 他做什么事 他就做什么事 现在啊 找到目标之后呢 如果 那个目标是不值得毁灭的 你就把情资啊 给传回来 这个东西给回收 现在是在使用 但是发现了 万乐的敌人 哎 张雨潮 这在那里 我的感动 所以呢 这改变了我们过去传统 对于啊 野战步兵啊 跟战术执行的概念啊 新形态的高科技战争啊 已经啊 现在已经问世了 国军呢 将来应当也要有这样的工具 但是很抱歉 当我们的国军要使用到这个工具的时候 代表本岛已经成为战场了 因为呢 或者是呢 国民党的过去的愿景已经完成了 代表我们反攻大陆了 因为这个是野战使用 台湾现阶段呢 还不需要采购这个原因 恐怕是反恐的需要比较重要 有人劫持啊 对不对 躲在那个墙的背后 否则呢 现阶段对我们来讲啊 还是源头打击 或者是呢 海马撕火尖弹死身无人机 这东西呢 比较符合我们国防的战略的需要 为什么战斧巡运飞弹对于中国的压力很大呢 很简单 战斧巡运飞弹在军事上被称为美国踹门用的飞弹 什么叫踹门用 踹门用的飞弹 就是我跟你要打架 对不对 第一波我要干嘛 一定丢战斧 他第一波就是丢战斧 你看到战斧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经过非常非常多次战争的验证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 一口气发射291枚战斧 发射成功率95% 命中率85% 然后呢 1998年的沙漠之湖来哦 325枚战斧 你可以发现到 美国在战争中是越来越依赖用战斧飞弹 323枚 292枚命中预定目标 命中率89.8 你看战斧飞弹在提升 将近9成 然后1991年科索沃战争 238枚战斧 来了 198枚命中目标 包含50%的移动目标与42%的整个防空系统 看到没有 有完全不同的提升 这个就是射出去命中率85% 然后呢 命中率变89%提升了 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是移动目标 以及防空系统 换句话说 我不只打这些固定目标 我连移动目标也 也可以打 而且防空系统我也可以摧毁 重点来 到后来伊拉克战争 IS任务 2017 2018年 这最经典 川普跟习近平喝咖啡 吃饼干 吃到一半 所有已经发射了59枚战斧飞弹 去打叙利亚 这东西都很经典 结果战斧飞弹 其实问世了大概30年或40年 为什么至今美国还用它来踹门 很简单 因为战斧飞弹不断在进化 不断在进化 它唯一没有进化 只有什么 名字没有改变 可是它的性能不断在改变 我们刚看到战争运用其实是从 不会动的目标到移动目标 到防空系统 到最新的叙利亚的时候 你看这张照片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叙利亚是这样子 他跟川普 跟习近平喝咖啡的时候 说我已经发射59枚战斧飞弹 对不对 打下去之后 后来发现它的残骸是怎么样 叙利亚有非常多飞机 你看它是躲在这个防空碉堡里面的 然后呢 躲在防空碉堡里面 战斧飞弹没有打碉堡 它是从这个洞里面穿进去 太可怕了 对 穿进去把飞机打掉 所以换句话说战斧飞弹是不断的在升级 不断的升级 即便你的军事武器藏在碉堡里面 它根本不打碉堡 打碉堡 因为打碉堡的话 除非你是钻地弹 否则你的破坏力不弱 它直接钻进去 所以战斧飞弹现在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 它可以绕八字形 什么叫绕八字形 它打出去的时候 假设我今天要打金金 我还发现金金没有什么战略攻击目标 转过来打3Q哥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转弯 它是会以一个绕八字形的这种方式 让你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是不是 它也不知道 因为它直接转弯太唬烂了 它速度很快 不可以直接走 所以它会直接用个八字形的绕过来之后 往3Q哥这边打 所以战斧飞弹 之所以被美国资金都不断地使用了 原因就是它不断地在进化 不断地在进化 最新一次验证 连防空洞里面都可以打到的时候 我想请问 当你是习近平 看到一艘二亥二洲级的核子动力潜舰 就在第一岛链的周围 不断地载幅载程 有时候告诉你 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 然后潜下去60天 你不知道在哪里 上面又挂了所谓的 100多枚的战斧飞弹 154枚的战斧飞弹的时候 请问你习近平敢在这个时候 轻举妄动吗 请问你习近平敢在这个时候 去侵略第一岛链的国家 包含台湾吗 坦白说 我认为美国之所以 可以跟中国去谈判 原因就是一个 我的军事实力比你强 我的拳头比你大 我的肌肉比你大 就是这样子 吃这个东西 适量的国家 我认为你怎么说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